距離鐵道100公尺 兩輛貨車停在路邊 其中一輛微停在紅線處 另一輛非常靠近鐵軌 畫面經線被經過外送員拍下 因為2號才發生太魯閣列車 壯上滑落邊坡工程車後出軌 造成車輛擦撞隧道壁 多結車廂變形釀成嚴重死傷 結果僅又有駕駛 不怕死把車停在平交道旁 台中無日成功令平交道 平時車流量就多 高架橋下方被民眾當成停車場 至少停了十幾輛車子 不遠處斜迫還有貨車為停 車頭朝向平交道非常危險 它那邊的角度還滿斜的 如果一旦滑下來之後 它會把前面的都擋住 沒有人去做事實的阻擋 其實是滿危險的 因為那邊車子出路真的是滿多的 車子滑下來是勢必都會有影響到 如果下一秒列車經過受到外力影響 或車子出意外又撞上列車後果慘烈 事後警方互報雖然貨車又放車檔 但因為現場斜坡有一定危險 為了避免車子滑落還是當場勸離 避免悲劇再度上演 記者李安斌 謝仁珍 台中採訪報導